TALKM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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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大家好 歡迎各位再次來到 MD TALKMAN 好 今天想跟各位介紹的是 這兩台MD 那這兩台MD呢 一台是Sharp的SS302 一個是Panasonic 的SJMJ77 好 那這兩台 MD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一台Panasonic 的SJMJ77 好 首先呢 這一台 它是屬於一種超薄型的 機器 好 基本上你看 它整個的機身啊 非常的 輕薄 非常的輕薄 那這一台的話 它最大的 特點呢 是 一般我們在這個 你的MD片要進入這個 卡夾的時候啊 通常你 都是要把這個MD帶 把它往前面推 推到底 推到底 然後這個 蓋子再往下壓 對不對 好 這台這個Panasonic的獨家 的設計啊 就是我這台 推進去的時候呢 當我這個推進去的 這個MD片推進去的時候 這個上面的上蓋啊 它也會自動的往下滑 好 所以它這個是用來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一種 把蓋子蓋起來的方式啊 這樣子基本上可以讓使用者 覺得說我這個 在進閘的時候 感覺特別的省力 好 像這樣一推 它實際上順帶就帶進來了 好 OK 那 那 像這一台SSharp的SS302 它的進閘的方式呢 也跟人家不一樣 它是一樣是屬於這種推路式的 好 那首先先看到外型 外型的話 最亮眼的 正面的部分Sharp MD 然後302寫在這裡 好 那這個是我們所謂 推路式的這個入閘口的地方 這個地方也可以做一個按壓 按壓 然後把這個 推遍的動作 好 那側邊的部分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跟之前的SS系列 基本上最大的差異是 之前我們介紹過SS系列 像SS421 它的按鍵是直接做在側邊的部分 但這個地方呢 SS302這台 它是把所有的這個按鍵 全部都在正面的部分 基本上你要去使用的話也非常方便 好 那它的進入 進退的方式啊 就是像SS系列 都是有這種推路式 好 只要我這樣輕輕的一推 咻 你會發現 它這樣子就入閘了 就入閘了 那如果你要退片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它就這個片子 就被推出來 好 再次一次 入片 入片 好 那退片 一樣 OK 好 那 好 我們介紹一下電池部分 這一台Panasonic的話 它基本上是使用我們傳統的 口香糖電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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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所以基本上 用這種傳統口香糖電池 就可以來驅動 好 那這台SHARP的話 SS302呢 它是使用 SHARP都是用這種的鋰電池 鋰電池 好 那但是啊 這一台基本上 它原配的這個電池 是比這種的電池 還要來的厚 但是沒關係 厚的這種 基本上你不好買到 但是厚的 可以插薄的 薄的不能插厚的 好 所以基本上 你用其他款SHARP的 這種通用電池 也都可以來使用 好 OK 好 那他們的聲音測試 等一下我測試 給各位看一下 好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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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缘相聚又何必常想起 到无缘时分离又何必常想你 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 你心里没有我又何必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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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